男嘉宾小曹 22岁来自浙江学生 女嘉宾小芳 22岁来自安徽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是 据说在一起好多时候还有一段传奇经历是吧 是 先来讲讲 让他讲吧 好 你讲 我们当时两个人是在网上认识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是做那个兼职代理 就互相加了好友想退销自己的产品 后来就是在网上聊天 就发现是同一个学校 很有缘分 我们就想着当时在开学的时候来见个面 然后发现是 更巧的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班里 就发现这种 我们就决定一直走下去吧 对 觉得特别有缘 那你们那会儿在网上认识的时候 是同班同学吗 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同班同学 所以生活你看 这也挺有意思的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同学说什么事了 就最近就是我觉得吧 他管我管得特别多 什么都管 就是什么物质上 生活上 经济上 什么都管 我就感觉像龙中鸟样 你知道吗 是这样吗 姑娘 管得厉害啊 管得挺甜的 实际他这个人 刺制力一点都不好 然后我就是想着 管着他点嘛 让他刺制力好一点 如果他稍微刺制力好一点的话 我也不会管他了 行 我这么问吧 他刚才说了物质上是吧 精神上都管 先说物质吧 钱谁管 我管 你管 愿意让他管吗 我愿意让他管 一个礼拜给多少钱 就是我是原来就是爸妈每个月都给我打生活费嘛 月输的时候 我打了我就直接要给他就 就直接上交 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 然后他给你多少呢 每天就给我15块钱 真不够啊 现在 食堂15块钱够吃饭吗 两顿 三顿 就不用啊 就是我给他一餐的钱 然后中午饭和晚饭都是和我一起吃的 我觉得完全够啊 还能剩一瓶水买水呢 这等于给一个早餐钱是吧 对啊 够了啊 委屈吗 委屈 肯定委屈 主持人 您看他的身材和我的身材 你也知道我食量肯定吃他的好几倍是吧 对 然后我们俩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肯定就是我们打一样的菜 我怎么样打烧点 我根本吃不饱 就那么几颗青菜什么东西 你吃不饱你说呀 我不能说 我一说他就要说我 说我吃得多 要说我胖 那他吃得胖了 我就想让他在饮食方面稍微节制一点 他之前你不知道啊 主持人 他之前挺瘦的 才130多斤 现在你知道他多少斤了 多少斤 180多斤 我就不好意思说出口 真是的 不是180怎么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我们180的人怎么了 130突然到180 我还126过呢 你不能歧视我们胖子知道吧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幸福对吗 对 我觉得胖也挺可爱的 像大白是吗 胖女生很多都喜欢呀 行吧 这饭不给吃好是吧 管钱 那个精神上都管哪些呀 精神上我就是 一般学习我会多督促他一点嘛 比如说 比如说像星星六日啊 我就想着让他跟我一起去那个图书馆学习嘛 可是他倒好 他就是碗巴抽烟 然后和兄弟啊一起去 不是 主持人就是平时的话 我们这上课学业也特别繁重是吗 就平时难得有个周六周日 跟宿舍几个好朋友出去啊 上个网然后吃个饭啥的 他都要管着 必须要让我去上学 我跟你说你真没管好 他上网喝酒哪来的钱啊 他肯定还藏了一些钱 对 我也发现他就是藏了一些钱 主持人就这个我也要说一点 这就是我自己去兼职 我平时就经常做些兼职 他们会给我打到支付宝里面 然后我一开始我还有点钱 吃夜宵什么的 这个你可以不说了 再说你又没了 没有 后来是真的被发现了 被我发现了 又给收缴了 把他的那个支付密码改了点 他改我支付密码 这个是我真的 我现在特别难以接受 你知道吗 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出去 买瓶水 买包烟什么的 我现在手机拿出来 扫码支付密码 不知道根本就是 手机里有钱用不了 你知道吗 等于然后他知道了再批你 对 我必须得打电话给他申请 那你说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那如果不是为了你着想 我干嘛会这样 我至于这样吗 我一个大姑娘 他整天为你操心 我容易忙我 他管得太多了 你不是说话一直听我的话的吗 你这点话怎么不听我 对对对 你今天让他诉诉苦回去 还是让你管他 他还管你什么了 他平时吧 就是假如说我出去的话 吃饭 他必须要我给他拍照 我一个大男人 我出去吃个饭 我先给拍个照 我多憋屈 那我不是想看一下你吃的什么吗 我怕你自己本来就不好 如果你自己好一点的话 我不会让你拍照啊 万一你又偷吃点啥怎么办 那白剪了 晚上又要偷吃夜宵 又不是被我一次发现 发现好几次了都 不让吃是吧 嗯